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凯西的理财报险 我是凯西 请麻烦们订阅朋友帮我订阅 谢谢大家 我今天想要聊的是有关于ETF 希望这期能对新手有所帮助 ETF其实是一种指数型的基金 在美股当中有上千档股票 当你想要投资这个产业的时候 必须要每一家家去看 去找它的基本面 还有去研究那家公司 所以要花费时间很多 但是像现在有行情上或下的行情 这种大行情不想错过 那应该要怎么办 其实就可以考虑像ETF这样的东西 ETF是有跟随指数去做的 例如有标普500的指数 纳斯达克的指数 所以当你买了这一档ETF之后 当标普500在上涨 你的ETF会随着这个指数去上涨 你如果买是纳斯达克 也会随纳斯达克再上涨 我相信我这样讲大家听起来很复杂 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去跟大家解释一下好了 就好比现在小夕这边有很多个维他命 早上起来每天要决定说 要吃维他命C还是B还是A 今天要吃什么维他命是不是很困惑 里面成分到底有什么 含量又有多少 是不是觉得很不清楚 这个时候是不是直接选一罐综合维他命 就可以看清楚说这维他里面 含了什么成分有多少单位 那ETF其实就像这一盒综合维他命一样 当你想要去跟着大盘一起去起伏跟成长的时候 你不知道哪一档股票好 直接可以买一档ETF 是跟随大盘的指数被动型的指数去买他 那买他的时候 他里面已经归类好里面所有的成分有哪些股票 然后他买的权重是多少 哪一档比较适合自己 你也觉得他的权重比你比较喜欢 其实你只要跟对一档ETF 当大盘涨的时候 你的ETF会跟着指数上去 所以这样是很方便的选择 当你没有时间去看盘 或是当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研究 那我真的是觉得推荐可以去看一档ETF 当然现在ETF的变化越越多 不像早期只是跟着指数 被动型的指数去成长 现在的ETF其实有主题性的 像我今天会介绍5G的ETF ETF和基金最大不同在哪里呢 我觉得最大不同的地方是 基金必须透过经纪人 帮我们做买卖的动作 并且是每天收盘后 隔天我们才知道我们卖出的实际价格 而ETF不同哦 ETF很像股票 我们可以在盘中随时做交易 只要我们的交易量是充足的 我们随时都有办法 把我们手上的ETF卖出去 而且当场我们就知道 我们卖出的价钱 第二点是管理费上 我们的管理费比基金的管理费更加便宜 虽然也是一年要付一次管理费 我觉得这是两点是他最大不同的地方 想买ETF该怎么投资呢 从2003年全球的ETF才有276档 直到去年2019年来到接近7000档 可见是很受欢迎的产品 今天将会介绍几档美股的ETF给大家认识 ETF其实有分主动型和被动型 主动型的ETF它有投资经理人投资组合 是会随着状况进行调整 例如这次疫情 它就可以把比较受到影响的股票丢出去 像航空业餐厅 当人所收的手续费会比较高 出名的主动型ETF AADR 接下来我会介绍几档最近大家比较熟知的ETF 在另外两档我个人挑选主题性的ETF给大家认识 首先介绍的这商档都是投资在指数型上 美国标普500 第一档ETF在码是SPY 资产规模超过3110亿美金 SPDR系列ETF中历史最悠久的一档 成立于1993年 也追随着S&P500指数 这三档中手续费最高的 手续费0.095 从图表上可以看到它前五档的权重分配 是微卵油5.55% 再来是Apple4.39% 再来是亚马逊4.05% 这三档占了整体权重最多 产业分配之上是资讯占26% 第二比重是在健康护理公司上占15.07% 例如Jones & Johnson和Ripway药厂等等 但为什么管理费比起等一下要介绍两家贵呢 但还是有人要买主要是它的流通性比较大 第二档ETF代码IVV 是ETF中发行最多的 IVV也是追踪标普500指数 投资权重和SPY权重很相似 但管理费比较便宜 第三档Vivo 还不到10年是一家年轻的公司 它的组合和权重相似于IVV跟SPY 所以我就不在这边再细说了 我会等一下会整理三家图表 在这五年的股价成长 第四档QQQ 是最常见的纳斯达克100指数 也称为美国科技股100指数 从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剔除了金融股以外 最大的100档股票所构成的指数 从图表上可以看到 排前10名的排名都是大家熟悉的产业 苹果、微软、亚马逊、脸书、谷歌 并且可以看到权重比最大的是前三大公司 QQQ投资在资讯科技业比例高达49.96 再来就是通讯产业也高达20.81 公司大约八成都是投资在科技业 这边稍微整理像刚刚提到的所有的 ETF总结和新所说明 如果要买标普500可以选择VOO 毕竟它的管理费比较便宜 但股票成长率三档几乎是很相同的 而且股价来看也比另外两档还便宜 比较高达高出许多 接下来我要介绍两档 我特别选择的主题性的ETF 也是今天的主轴 第一档是ETF代码是FIVG 我介绍这档名字很有趣 它是用5G来命名 也是在2019年推出的ETF 算是一档很年轻的ETF 5G时代已经开启了 并正在扩大应用当中 因此市场也相应的推出一些 专属于5G题材的ETF基金 5G是一档投资美国5G网路 和通讯技术上市的公司的基金 总共有75档股票 从图表可以看到5G涵盖的通讯和5G相关的公司 像无线接入网路设备 行动网路营运商 数据中心 网路虚拟 云端 支援5G的设备晶片 目前来看该基金最低的比重是 无线网路设备上 37.58% 我觉得和其他的5G的ETF公司相比 他是着重于设备商上 因为在初步发展阶段 基础设备是很重要的 这是不错的5G投资选择 但其中令我有点不安的部分 还是电信供应商爱立信 诺基亚 比重占10% 我本人比较不看好电信供应商这一块 如果比重可以小一点会更完美 优点是他还是投资三家很大的半导敌公司 像是高通 Skyworld 和Sittings 这团算是目前最新纯粹的电信基金 开卖到现在他的股价的成长率有16% 管理费是0.30% 基金在每年6月和9月会重新平衡投资组合 可能会增加一些目前不在ETF中具有脱力的企业 最后一档是ETF代码SNSR 是Global X主题系列的ETF 5G基础是实现万物联网的基础 SNSR聚集在生产半导体感应器的制造商 及从事智能电网智能家具汽车工业等应用相关企业 2016年成立的SNSR 投资已经开发市场中的物联网公司 管理费是0.68% 三年的股票成长率有37.44% SNSR 他是重视运用5G科技公司 譬如他现在买最多的Dexcom公司 只要大家看他的股价现行 就知道他的来头不小 主要的产品是可以使用于腹部皮肤的贴片 用来监测血糖 尺寸跟硬币大小差不多 其内部的感应器可以连续侦测血糖 让糖尿病患者不需要在增次手机可以进行血糖测试 系统可以在每5分钟传输即时的葡萄糖数据到相容的显示仪器 当患者的血糖过高或过低他会发出警报 这种东西对糖尿病type 2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糖尿病基本上有时候是可以致命的 但他现在不需要透过每次次血去量测 而是可以直接透过贴片去感应 并且透过无线网路传输把资料放到云端 这些大数据再透过云端用AI来分析 再回报给使用者状况或传送给他警示 这是产品的一大卖点也反映在他股价上 该公司也是第一个成功应用IoT的公司 达到很大的成果 该公司看到的是实际5G实际在运用的层面 未来的发展 所以选择这家孔司 再来第二持股的公司是我常说到的公司之一Skyworld 我自身也有持有这个档股票 第三档则是德义法半导体 再来是Gami导航公司 这些公司都是在未来的实现物联网上会运用到的 关于SNSR 小西局也找到了重点 看到5G一个很重要的领域 就是物联网的运用 其实物联网在4G就有了 只是现在进入5G会更广泛的使用 什么是物联网呢 我觉得这方面常常被人们低估 这样说好了 网路做到连结人与人的接触与沟通 而物联网让物件彼此可以沟通 怎么沟通法呢 例如我在室外装一个IoT的温度感测器 加点冷气会配合这个感应器去开关 或者是花园可以配合这个感应器自动洒水给植物 只要我们生活都装上这些感应器 我们的生活都会神奇的变成自动化 在这里我可以看到Descom 第一家很成功的运用IoT 并且反映在他公司的营收和股价上 虽然ETF像一个被动式的选择 可是我个人不觉得 毕竟现在基金就像我所有7000多档 有这么多选择 还有些公司推出主题性的基金 像我们今天提到的5G就是一个主题性的基金 所以相对来说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去研究它 今天帮我们选好的5G里面的每一家公司有哪些 相对来说可能会花时间比我们每次一档一档的早更多时间 所以今天还是要看你选择哪一种类型的ETF 本期就介绍在这边至于你要投资怎样的选择跟标的户 要看你自己承担的风险 还有你自己的资金分配 投资一定是有风险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 希望我这期视频对新的朋友有所帮助 喜欢凯西的朋友请麻烦订阅和按赞 还有分享谢谢大家拜拜